国防之后再来看到外交方面 其实从前总统李登辉之后 13年来 美国再也没有派过内阁首长来到台湾了 因此美国环保署长麦卡锡 可能会来到台湾的消息 是格外受到注目 不过也传出了消息提前曝光 引发了对方的不满 临时取消 外交部低调 但是表示 驻美代表金普聪 本来就规划了这段时间 要回来进行专案报告 不论是否属实 立委也都提醒外交部 应该要上井发条 驻美大使金普聪秘密回国 外传是要安排美国环保署长 吉娜麦卡锡访台 却因为提早曝光破局 传言盛销城上 但外交部还是低调 不愿证实 高阶的官员 以及政要等等的互访 其实也一直是台美双边 积极推动的重要工作之一 有关媒体报道 因为外交部透露了 这个泄露了外宾的姓名 以至于美方不满 使访兵取消行程 这个完全与事实不符 不承认美国阁员来台 更否认外交部泄露访兵名单 不过金普聪回国时间太过巧合 又要做专案报告 引发各界关注台美关系 是否有重大进展 那事实上 他也早就规划在这段期间 需要依外交部的指示回国 那相关的台美专案 也并非是访兵专案 也并非是外传的访兵专案 台美并无帮照关系 一旦有内阁阁员人物访台台美关系 稳固的象征意义浓厚 现在传出因为消息提前曝光取消 立委批评外交部 触包连连 中枢神经失调 美国环保署长要到台湾来 这个是核起重大的事情 怎么会搞成说媒体曝光 或者是临时署长不来 除了那么多事情 我们的外交部仍然是状况 可能要更慎重一点 那么实质外交是达成的实质的交流 实质的拜访 实质的协议也为重要 而不是先造成新闻 然后炒成新闻事实上 对实质的关系提升没有帮助 提醒外交部权衡轻重 虽然马政府对美国一直保持低调 领意外换来美国隔渊访台 但若真正临时喊咖 就怕台美互信蒙上阴影